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湿工作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上妆之前会先擦一个防晒 我最近入手的是Mr.Y他们家的防晒 粉底液我也是买一个他们家的粉底液 它呢就是小红酥满火的一个牌子 主打的就是平价 完全不输大牌 我入手的这一款呢 它是新款 防晒指数呢 是已经增加到了SPF50++++的 然后它是有一个是90ml的 还有一个是40ml的 我真的是 哎 楼上在搞装修啊 擦上去 非常好推开 嗯 给你们看它 擦完了 擦完了 给你们看它的这个质地吧 就是那种乳伤的质地 而且非常好推开 上 上 上脸过后就是那种素肝沉膜的 非常好吸收 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型的防晒吧 现在我就是上完 就是完全没有厚重粘力的感觉 擦完防晒过后呢 我就是直接擦这个粉底液 粉底液我也是用他们家的这一款 这款呢是金盾2.0版本的 然后蓝盾的这个呢就是升级版 金盾的这一款呢 它主要适合油性肌肤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控油 带出那种雾面的妆干 然后我呢本身就是干皮 所以我用的都是蓝盾的这一块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的这个流动性真的超级好 看到吗 而且就是非常好推开 直接上半边脸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对比 它是那种半牙光的妆感 上脸就是非常服贴 完全不会卡粉 我本身是那种似于沙漠大干皮的 它上脸完全不会卡粉 好了 我已经上完了 你们看这一半边脸 它的遮瑕力度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你看这一边 它泛红跟黑眼圈 肤色不均匀就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的粉底 它真的是评价有好用 现在就是直接上整张脸了 就是好用 本来就好用 真的好用 它这个粉底擦完过后 就是看起来皮肤就是那种 很通透感感觉 我觉得是自己的皮肤很好的那种感觉 看到吗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没有特别假白的情况 它呢一共有四个色号 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去选择那个色号 这好用 好好用吗 嗯 熟捏品吗 你弄 你们一直在讲好好用啊 好好用啊 如果你是想要出门 那个妆更持久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擦一点散粉 我是有习惯性打散粉的 所以我就擦一擦 我化妆真的超级快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口红 我连睫毛有时候都懒得化 我主要就是遮掉我的黑眼圈 跟那个肤色物均匀就好了 超漂亮 菜菜 我们家的狗户了 狗牢说发出那种吐的声音 什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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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儿 好了 就是快速出门 我都是这样化妆的 真的这个粉底就超级好用 而且很平价 可以去买来试试看 好了 准备要出门了 我们要出门了 准备骑这个小房车 这个是电动的 然后我们去哪里都很方便 所以就骑这一个 我妹妹载我 哎呀 失散了 我穿的裙子 然后扫了一个小房车 我这样做好不哑观啊 但是又扫了不骑的话 它就要扣钱 我们就硬硬这样坐过去 回来的时候就坐三轮车 好爽哦 这个是电动的 平常我们都是在成都的话 骑那种自行车的 就还要自己踩 这个就不用 我妹这个好吃嘴 要来买甜品 羡慕它 怎么吃都不胖 哇 给你们看我今天的穿搭 小金鱼 好孤独哦一个人 被拉了 这种小店还挺不错的 坐在这边吃一个甜品 打包过去奶茶电池 坐边上 窗后边上嘛 这边嘛 这个 我妹点了两个甜品 然后我点了一杯这个奶盖 冬天就是要喝热的奶盖 一条好看的 好吃吗 原来我们的县城已经有这种自动停车场了 这上面可以折叠停很多车的 以前都没有 现在我们的地方越来越小了 所以没有地方停车 他就修了一个这种 这个就是做核酸的 在中国现在每三天一捡 如果你三天之内没有捡的话 就会变成房码 你哪儿都去不了 那边就是菜市场 我们去看一下 有没有算命的 我妹妹讲了 可能已经下班了 她想打牌了 菜市场门外就可以打牌 自穿人就是这样 随处可见 麻将 我们的菜市场就会有这些东西 你们还记得那个video吗 就是过了20岁 就不要穿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了 就是在这种店卖的 超多衣服 它的上面还挂着 买一点这个卤味 然后还有凉拌菜 超好吃 这些就是我们四川的那种下饭菜 都很好吃 超级下饭 买一点水果回去 买一点橘子 你自己来吧 不要人家阿姨挑的 好筋哦 筋打细算的 这么挑 我们路边也会有这种摆摊的 然后他们就会拉着这种推车出来摆摊 就是下午的时候 有一些下班的人就可以买一点菜回去 很方便 早上他们也会摆 这种挑的卖的也好特别哦 这个是我们今天出来在街上看到第三座打麻将 不到半个小时 这一条街就是我们县城比较老的一条街 然后这一栋楼是很古老的一栋楼了 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久了 现在还在 我就喜欢逛老街 我觉得很有感觉 就是大家都走来走去的啊 什么很有人情味 我小时候就是经常缠着我的爸爸妈妈给钱 要不然就是让他们带着我去那个小巷子那边买玩具 你们看到这个巷子吗 这个巷子门口的这个小卖部 它是批发那种文具啊玩具啊什么的 开了差不多有三四十年了 这个就是一个小巷子 楼梯间走上楼去的那种巷子 现在有点饿了 所以我们打一个车去吃晚饭 等一下给你们看那个车超级特别 就跟泰国的嘟嘟车一样 这就是三轮车 对是我们县城的一个特色三轮车 这条街有一点冷清了 打不到车 等了十分钟 可以的 有 九分钟嘛 三轮车三轮车 你看像不像泰国的嘟嘟车 哈哈哈哈 老高中 这个车很特别 它跟泰国的不一样就是它有门 因为我们这边有冬天 所以冬天的时候会把这个关起来 就没有那么冷 不然那个冷风会刺激 还有卫星付款 特别吧 就是如果你遇到路烂的时候会有点陡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到了 噢 没有没有 还有周亮果 刚刚我们走过了 我要吃这间店 这间店超好吃 我以前经常吃 它是一个小餐馆 那是什么菜都很好吃 就是在这边就直接这样炒 好香啊 最爱的那边炒蛋 好香啊 最爱的那边炒蛋 黑豆豆花 我们的菜上齐了 是不是看起来都超级好吃 然后它的店出名的就是这个黑豆花 然后它送的这个饮料也是豆浆 这个是凉拌猪脑袋的肉 猪的脑袋上面的这个肉 你看起来可能会肥一点 但是它吃下去真的就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 然后我们吃饭 一定要吃泡菜 泡菜最下饭 这个是土豆饼 土豆饼它就是炒成那种脆脆的 超好吃 这个是回锅肉 四川的回锅肉 辣椒一定要炒到这个样子 就是有点黏 最好吃 你们上一集应该有看到我吃那个猪蹄花饭 猪蹄花饭跟豆花饭的灵魂就在于这个辣椒酱 辣椒酱好吃怎么都好吃 每一天买买买 我们来这边取快递 我的 出锅成功 请起走八卦 哎呀 出来散散步 然后给你们看我们县城超级热闹 还有唱歌的 别人来 啥啊 唱的啥啊 我的天哪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那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车啊 碰步车吧 没有 不是 吃碰碰车 你就开着这个车绕着这边转 超好玩 我小时候喜欢玩 之前还有那种跳跳床 好不爱哦 我也想坐 就是像我们妈妈那种级别的 就是每次吃完饭就要出来 跳这个广场舞很多 这边有一波 然后那边还有 这边还有 特别健康 挺好的还可以交交朋友 什么 然后又锻炼身体 特别热闹我们这边的广场 这边也有 热闹吧 好美哦 做哪个 这个哦 我想做这种 这个 这个 5块钱一盘 我们要做这个 啊 啊 他们撞车了 好了 这个你别开车也会 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玩 是最开心的 后面还有那种画画的 然后你看 孩子就去玩 妈妈他们就坐在这边聊天 等孩子玩 那边也有陪孩子一起玩的 就是选这种卡通 你喜欢的一些图 那边就有颜料 就可以涂颜色 很好的一个亲子互动 我小时候也玩这个 以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跟男朋友也会去玩这个 高中的时候 这边还可以玩玩具 就是铲沙子 然后还有这种蹦蹦铲 好热闹哦 好想要回到小时候了 我们在排队玩这个 我们要玩这个 这个是银弹珠的 那个是银弹珠的 没有大把 从哪个是银弹呢 这个是银弹 这一根啊 还要买气球 一大把年轻的还要买气球 12块 好贵哦 烤红薯 冬天就是要吃烤红薯 这边全部都是 手工编织的一些袋子 发甲 好了现在已经到家了 给你们看我今天的妆 今天用的这个粉底液 我觉得它吃的效果 真的是还挺不错的 你们看到现在都还没有怎么卡粉 就只是有一点点饭油而已 我个人是觉得 它脚下的力度也是非常不错 相对于平价的粉底液来讲 它性价比就是很高的 今天呢就是有带大家去走一走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 我自己本身也是充满了回忆 就是我们的城市 很多地方都已经变了 就带大家去走一走 那种比较古老的地方 现在呢我就是要去卸妆睡个觉了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分享 连爱大家还没有关注我IG的话 记得要去关注一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